男子带着老母亲坐在电动三轮车上 但这时车子却有点怪怪的 没想到就在下一秒 车子瞬间冒烟 起火燃烧 行动不便的老母亲跑都跑不动 任由熊熊大火烧到身上 一旁路人赶紧拿起灭火器救人 地上满身灭火器干粉 被烧伤的长者痛苦躺在地上 事发就在新北三重一处民宅前 3号上午11点左右 陈信男子和太太要带家中行动不便的老母亲 到医院洗肾 两人将母亲扶上跳蚤市场买来的电动三轮车 却怎么也发不动 陈信男子蹲下检查 电动车的锂电池竟然突然爆炸 瞬间起火燃烧 车上老母亲下肢受到20%的烧烫伤 陈信男子和太太也遭波及 三人烧伤送医治疗 老母亲伤势较为严重 目前在加护病房不太乐观 因为一般比较少看到三轮是 电动是合法认真生产 电动车业者表示事故的电动车 已似使改装电池 容易受到净水外力摩擦等因素影响 引起短路酿成高温起火 提醒民众切无购买 没有认真标张产品 别让惊悚意外再次发生 记者李琴范雅乔新北报道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哦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宝宝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